近日 成都部分写字楼里出现了一种为上班族提供短时休息的封闭式共享午睡盒子 引发了网友的关注 11月21号 记者来到了成都市内的某商场 在商场的复一楼 记者看到了三台午睡盒子 该盒子是一个接近两米长 一米高的封闭舱 用户只需扫码就能使用 其实我们关注的还是在办公场境内能够去增添的服务 从我们的初衷来讲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现在互联网的发展也好 包括商业的发展也好 在人们下班以后的时间其实开发的蛮充分的 而在上班这个环境内还能去做哪些服务 这是我们比较关注的 那么我们是希望我们的设备能够提供大家一个更加舒适 一个放松的休息环境 帮助大家更好地去工作和奋斗 扫码后 盒子的布置舱门便自动打开 舱内设置有一个可通过手机及控制面板调控角度的皮椅 同时 在使用中 用户也可以根据自身需求 调节舱内的通风强度 播放著名音乐 调控灯光等 据悉 早在2018年 成都就已经出现过类似的共享睡眠舱 但由于存在安全隐患而被叫停 我们所有的设备 比如说像现在这个场景 它首先一个晚上是没办法通宵去做服务的 然后另外一块 其实我们使用的人群也是相对固定的 所以它区别于住宿 然后第二个呢 我们这个产品的设计 您看到它是一个椅子 其实更多针对是可能半个小时到三个小时 这么一个短时间的休息 首先我们的设备全是内部用的弱点 所以不存在一个像电方面的安全问题 第二部分是我们的材料全部是一个全体的祖然的材料 谷宇告诉记者 盒子的投放较为灵活 但由于共享模式后期产生的高额维护费用 午税盒子大部分都经由企业自行采购 实行精准投放 并未全面对社会开放 同时 谷宇也表示 他们将继续对盒子的内部功能进行更新升级 专注于定制服务 其实现在我们没有再继续做一个投放 因为其实这两年我们看到共享经济 它后期的成本 包括运营上有很多问题是还带解决的 而且我们也认为这个设备 它不应该更粗放地去做一个投放 还是应该精准化地找到我们的客户的需求 然后去做一些定制的开发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